给大家录一下这个波西亚时光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我也没玩过 所以可能找不好这个地方吧 大家看一下帧数是100多 在屋里的话在室外 室外的话是60元 我这个特效的话是中特效 但是这种开放世界的游戏还是会掉帧的 虽然只是Unity 但是 他们这个工作室就是祖传的Unity 原来那个新旧探紧家用的也是Unity 哪个是跳来着 2对B是跳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3D版的那个牧场物源 它可以当成就是一个种地游戏 而且这个波西亚时光呢 它这个移动版也快出了 今年就会出安卓版吧 今年底我估计就应该出安卓版的 因为我已经看到他们工作室在做那种 但是我感觉PC的话帧数这么低 笔记本它能达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帧数呢 对手机 我用我原来那个笔记本是根本卡的不能玩的 还有那个GPTVN2也是不能玩的 大家看野外这个帧数就还行吧 只是不知道他们说看皮巴里老哥说那个到后面会卡 重地的时候会卡下开心公寓啊 就是商会吧 商会是不是这个啊 啊这个是商会最大的建筑 很高兴见到你 休息的怎么样 坚持一下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商会负责组织和协调 我先把你的供放入测试任务给你吧 很简单 制作这两件工具只需要石头和木头就行了 你可以自己去收集材料 你得到这些原材料之后 需要到工作台上打造出来 你父亲 那先去砍树吧 城市里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砍呢 嗯 Secret看一下 哈哈这还有技能 啊 我不会是要用手露树吧 我去 哦 剪下树枝啊 我还以为他要让我用手露树 哼 那还好 还好 我考虑用手露树真的是太惨了 扎在哪哩 哈哈哈 我还以为这个是家呢 这不是我的家 哎我看的话他们还有骑马的 应该要像新古录物语一样后期也能骑马吧 反正这个国产游戏的话我觉得做的特别不错的就是 新古录物语做的蛮火的啊不对 就国产游戏做的古剑其他3还有这个都做的不错 这个是不是也不是我在想 这个可能也不是吧 好像也不是 还是看一下地图吧 哈哈哈哈哈 离家有点儿远了 感觉这个位置还是挺方便的 离城镇蛮近的 有时候会掉针啊 但是基本这个针术还是比较稳的 能玩吧 当时那个二是真的一点也不能玩 做个简易的斧头是吧 哇要这么多石头 还有石块木头还有石块 那咱们再去捡一些吧 这附近都没有什么石盖还有木头 啊 那是应该在城镇边上多捡一下 我以为像那个饥荒一样 就不需要那么多 需求还是蛮多的 那咱们就多减一点吧 把这些都减了 其实这些应该差不多了吧 只能减了还要再多减一点 好像没了啊 这个地方资源好匮乏的感觉 石头不应该半遍地都是吗 都没有啊 二十几肯定是打不过的 我上次跟一个村民 然后决斗了一下 被玩虐了 他这个男角色特别的一言难尽 特别的丑 玩这个游戏还是女角色开局 我建议大家 太难看了 一点也不好捏 还有那个嘴唇就像香肠嘴一样 但是这个女性角色就还好 哎呀又跑到哪去了 能弄 Ethi宁肠的一个很好吗 就等一会儿潘子 一会儿潘子 就像我说 把衣服的包装 我嫌疠了 这会儿潘子 我会继续 所以 我会用你 好一点 我 mente 你也会 我可以 咱们先做个-1的斧头吧 再做一个十字宝 好了 做完了 然后咱们现在回去吧 感觉还是挺远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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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呀 我知道你是谁 这个人怎么这么的那个 我去 这个任务不能交吗 可能得去村长家里交了吧 然后在这应该是交不了 因为太晚了 哈尔娃 哈尔娃和翠花吗 那既然交不了任务的话 今天的视频就录得上 我这和星龙谷物语 这边它这也有个老虎机啊 还有一个游戏厅 然后这也有好多游戏机什么的 都差不多 那今天视频就录在这吧 星龙谷物语的 我们下一个决定的剧 Dro예人要看 已然三下一个被骦人 后来他们访重产出品的剧